明日之子薛之谦摔话筒是黑幕还是乌龙呢 为摔到爆炸的千千打电话 这期直播所发生的事 无论是黑幕还是乌龙 小编这样说四点 第一在谦谦准备说出实话的时候 在这个之前他有为节目组着想 说了等一下 这可能是节目事故 第二 无论是黑幕还是乌龙 千千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仍能够站出来发生 这就不够了 第三是 在事情发生之后 千千能够重新回到直播现场 并作出解释 重要的是节目组 妥协允许千千更改了投票的要求 第四看到千千在后面的节目 依旧保持笑容 保持最初的状态 甚至最后 钟义轩离开的时候 主动站出来发生尴尬 那句我尽力了 真的让人好难受 好心疼他呀 最后小编想说 始于采访 终于人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